那時候是 好像是小S跟黑人 是瑜伯 對 瑜伯 然後我在節目上我就 拿麥公敲頭 而且不是瘦 瘦瘦的 那就是我就是 蠻負面的 Ella被問前男友 祈禱拿麥雜頭 印度星星 惡人不需要這麼完美 反正就是3月25號的 真的就是我先生的生日 欸 怎麼說 PT啊 希望大家呢 可以走進戲院 一人一跳 送大家 送姐夫的生日快樂 萬歹一通 好啦 續緣幫帶回正題 Ella是來宣傳主演電影 也夏天 她在片中 飾演一名內心糾結的女記者 到底真正退賽的原因是什麼 吳老師 每一個運動員 都有離開賽場的那一天 我作為機制 我多不希望 還有機會 為他們做些什麼 我在跟耿勒老師 在演這件戲的時候 她其實她給我的那個回答 並不在劇本裡面 你們是現場殺出來的狗狗 其實是 這個角色是不是多了一點黑暗麵 其實我覺得她不是黑暗麵 她是每一個人都有的黑暗麵 你有影響到她的 她其實說 我其實沒有影響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影響到她 我不知道 但是她有說她有感受到我的 刷新以後我是鬆了一口氣了 其實AR一直在媒體圈 都是我們在讓媒體窮的 就因為每次訪到你 你還是應該還是有時候 會不小心 被 被譬如說問話的過程 激怒譬如說 因為你現在演一個記者嘛 當然會啊 小時候的確會有一些不懂事啊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所以自己常常可能會覺得很悶 對 然後或者是覺得很無奈 就明明我們可能今天發片 結果大家就來問緋聞的事情 或者是奇奇塔塔的 對 怎麼辦 妳在暗示我等一下不要問事 不是 那 這個妳可以問 我黑暗麵那不要惹事 在哪個時期 在出道這麼久 哪一個其實是妳 是最脆弱的 有喔 有一段時間很脆弱 就是 那時候很忙 那時候是 好像是小Ace跟黑暗 喔 雨白嗎 對 雨白 在節目上我就 拿麥克風敲頭 背叛 腳踏兩條船劈腿 呃 有一點小背叛 很多事情我都要解釋 我覺得 Aama是跟他們兩邊一空的 一空的 我真的哭喔 那一陣子的我就是蠻 蠻 負面的 因為其實 我們很年輕 就是很早有出道 對 那時候的我就會覺得說 別人的青春是這樣過的 可是我覺得 這麼的忙碌 我都在工作 對 我就算想要戀愛 也沒有辦法光明正大 對 因為的確我剛出道的時候 是有一個男友的 所以我就在想說 我到底這麼辛苦 到底是為什麼 我內心充滿了各種問號 後來那一次我們 去了一趟印度 加爾各達 我們跟著市展會 對 去看那裡的 街頭的平衡 看了以後就覺得 實在那你在那邊抱怨什麼啊 你這個無病聲音的家 你這個不知豪歹的人 就是別人過了什麼樣的人生 他見到你一樣對你微笑 我在吃炒飯的時候 我就哽咽到 我沒有辦法吞眼 因為我這邊 我就很想哭 可是我覺得很幸運的是 我身邊有我的好姐妹陪著我 那我希望 以後如果我小孩 他有遇到這樣的過程的時候 我希望那個時候 有一個人可以指定他一點 因為我是過來的 我指定你一點點 讓你可能不用走那麼多外路 雖然你還是有可能會經歷那個過程 可是沒有關係 你不要害怕 你就接受他 因為人不需要這麼完美 人也不需要永遠都happy 我們可以 我們有七情六欲 有這些低落的過程 都是正常的